你讓我還修鞋子下 你讓我再給我吃吧 你趕快修攤吧 再讓我看見你 你加倍罰管呢 快走 走 走您的吧 你讓我把人走啊您的 這是1986年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上的一個小品 陳妍正是從這部小品開始接觸到了春節晚會的舞美工作 老看著我幹什麼嗎 我那時候負責的主要是烤羊肉串那個烤箱 其實沒有太多事 但這個就對我來講就壓力很大了 因為當時就說了多少人要看啊 所以就是為了把這個陳美思吃羊肉串這個烤箱端到現場了 其實加起來沒有10秒鐘 弄得我好幾晚上不知道怎麼睡覺 因為我在想如果半島了怎麼辦 就想的太多了 甚至在眼前黑板上寫上陳妍的工作 就是搬這個烤箱 十二年後同樣是一個活年 陳妍再次站在了春節晚會的現場 此時她已經成了整台春節晚會的美術總設計 在她的主檔下 機械舞台首次來到了春節晚會當中 舞台的改變帶來了與以往不同的藝術效果 然而就在晚會剛剛開始不久 一個意外打亂了她的設計 你知道我們春晚在那個年來開場都是那紅醜舞啊打的 演員緊張跳完把醜子都沒帶走 然後我們機械就動不了了 因為她扔在那個機械的軌道縫上了 你知道機械過去就走住了就掐住了 前後動不了 而且當時又沒有那麼多監視器 操控的人很可能在背後或者在地下 全拿秒表掐 有些人是不懂音樂的 音樂一想就在按秒表嘛 到哪多少秒就走了 所以我覺得 捲上以後 給下一個節目帶來巨大問題 這個歌舞節目 只是開場之後的第二個節目 如果機械舞台失效 會讓後面的節目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馬上問工程師他們在現場 怎麼處理他必須要斷電員 斷電員說 再通知底線的人 我們通訊當時也不好 他說最好的辦法 就拔掉這根主線的線 就在牆壁上走過來的 那時候只給的 他說但是後果後果不知道 但是這個以後不參與表演了 別的還能演 沒選擇拔 但是我跟你講 必須最快時間修 因為下一次小品 小品在二十分鐘以裡 我們必須修好 他說有可能 還不能出聲 親愛的朋友們 我好想你們啊 下一個節目 是牛群與馮鞏和說的巷子 所有的觀眾並不知道 就在兩人表演的下方 陳妍與其他技術人員 正在緊張地搶修著 被卡住的機械舞台 對他們兩次第一次 所以他們都很認真搶過來了 但是不是那麼好用 好賴這個死命基本的結束 最終 1998年的春節晚會圓滿收場 陳妍在舞美設計上的突破性創造 使他一舉成為當時業內知名的 美術設計師 98年以後我才認識到 這個行業對我太重要了 我喜歡 而且他讓我覺得自己能成為最優秀的設計師 恰恰我選擇這行 電視又不是一個在劇場裡面的五美概念 觀眼關係的固定靠視覺眼睛去看 電視又是多積位的多角度的恰恰 隨我願 就開始真正熱愛這個 然後再加上很多人關注你了 不是說對你那個設計有多麼大的讚賞 是因為你帶來一種衝擊力 就是看到最簡單的一步就是在有主屏和外面舞台上 絢麗的色彩都是LD的那個點 但是它承載不了太具體的形象 因為點很 它P20的嘛 點很寬 但是這是進步 那些點 那些點很寬的 然後看著他給我的解答 達不到我想像的 就說我要的那樣的 我也不太懂那當時 但是可以出現一些大觀念上的圖案 色彩 那就得革命 就來吧 就它了 架布它黑了 我當時在除了這個運用以下 旁邊做了一個備份的傳統的舞台的一些燈光勾勒的線 作為寶藏 運用新的技術總會承擔風險 就在這場晚會上 一個屏幕突然出現了黑屏的情況 當年就是信號限制的接口 這個螺口 它沒有那麼專業 架布整天排練拍裝 它磨損以後 一點點你知道這信號就夠了 唐哥說在裡邊出現黑屏了 黑屏他們 公主員就蹭蹭爬到架上 就說一蹭一碰好了 一鬆就開了 後來這個公主員就在那兒堅持了三個萬小時 就騎在架上拿手摁的 嚇不來了 我說對你最大懲罰 因為你管這兒 後來我們都發現 我們跟先進的一些同類技術的差距 在於這個精密件上不夠 出現黑屏 那麼為了防止黑屏 這些工程師們又研發出 雙路信號 供給 在保證萬無一生 這個信號斷了那邊還在給 單路信號你太難控了 就一點人步入職業了 它變成舞台不可分割的一部